为了更贴近民意需求 吉安乡公所21号上午召开 111年度第三次的乡长继村干市业务汇报 由乡长游书甄亲自主持 率领主任秘书高文斌 以及各科市主管 会同乡内18村村长以及11名村干市 针对乡镇各项业务推展以及地方建设 社会不利、环境美化、艺文发展等项目来进行交流 村长们拿起麦克风一一向公所团队 提出在社区中所发现的问题 为了更贴近民意 吉安乡公所21号上午特别召开 111年度第三次村长继村干市业务汇报 这次除了是由乡长游书甄亲自主持 率领着各科市主管之外 也邀请到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吉安工作站长陈厚文列席 会同乡内18村村长和11名村干市 针对乡镇各项业务进行讨论 今天谢谢我们水利工作站 我们的陈厚文站长特别来到吉安 跟我们的村长开启 面对面的沟通 也一并的把我们过去累积的57个案子 今天提出来以外 也针对近日发生的这些困境跟贫禽 一意的来克服 我们相信地方的协力跟沟通 善定我们横向跟纵向的联系 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更落实做好为民基层 服务这个区块的共识 游书贞也强调乡公所建设经费预算有限 团队同仁不仅积极开拓裁员 争取上级机关各项补助计划之外 同时也在代表会的支持下 掌握乡乡预算 依序建构完善乡内建设 乡公所办理了多项道路改善工程 海水沟修筑工程等等 感谢有村长伙伴们 共同组成乡镇大眼睛 及时反映基层意见需求 搭建起畅通的沟通桥梁 立出乡内建设更加完善 维护吉安家园的实性美好